台湾首都选战是否真的等于中华民国的保卫战 中韩即将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台湾是否真的会变成小三 海峡想案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11月23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台湾即将在11月29号举行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 号称是台湾选举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地方选举 选举的范围包括六个直辖市的市长 市议员 县市长 县议员 乡镇市长 以及最基层的村里长 而根据台湾中选会提供的资料 总共要选出11130名地方公职人员 那么这样选举不难被视为是台湾总统马英九的第二期的期中考 更是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的风向标 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呢 我们就邀请在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 为您分析这是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最新选情 选选的关键 还有在选后可能产生的影响 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 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南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今晚的主题除了刚刚东宁所提到的 我们要探讨九合一选举的这个最新情况之外呢 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 我们也预备了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大家所这个关心的 中国大陆跟南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呢 那么台湾目前在未来的这个经济角色上 要怎么样的抉择 这是我们在下半场为大家所准备的另外一个话题 那么同时呢 我也要在这边提醒这个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就是依据中华民国选罢法的规定 任何人在投票日的前十天开始呢 到投票截止之前 不可以以任何的方式发布任何有关于选举的民意调查资料 也不可以加以报道散布评论或引述 所以呢 稍后呢 我们也请嘉宾或者是之后打电话进来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请不要在您的发言里面 夹带任何跟民调数字或者民调情况有关的这个发言 那如果听众观众朋友们有类似的情况的话 我们可能就必须要把您的线路给切断 那么也请听众观众朋友们注意 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参加我们今晚节目讨论的来宾 那么今晚在台北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治以及两岸交流 都非常有研究的台湾建议型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 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邓教授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 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特聘教授邓中坚教授 邓教授欢迎您 你好各位观众好 还有这个建发还有博弈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播00801-148 940 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晚海峡论坛的现场讨论 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 当然这一次台湾九合一选举最令人瞩目的焦点 就是台北市长的选战了 我们看到了国民党籍的候选人连胜文一家人 昨天在教室晚会上都落泪了 有人说是打出了悲情牌 那么为什么在基本盘蓝大于绿又执政优势的台北市 连胜文他会选得这么辛苦呢 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严教授 是我想这个可能有一些大环境的因素 还有个人选战策略 另外就候选人这三个因素 所谓大环境就是因为马英九总统 在第二任期以后 他的执政的这种评价就一直很低 有所谓的13%的总统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多少都会影响到国民党的选情 尤其有首都的这个选举 那就从选战策略来看 我们也看到在整个推展这个选战策略过程 犯很多的这个失误 包括对于这个柯P 做一些很多比较不实的这个攻击 包括像黄民化这些等等 那另外就是候选人的基本素质 他没有从政的经验 那所以很多人就在讲 如果说当时推的是丁守中的话 那可能这一次柯医师的这个选战 就会很辛苦 所以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有大环境因素 另外就是有个人的这个候选人这个因素 我想这应该是过去这个整个选举过程里面 为什么连胜文一直民调上不来的理由 另外就是说连胜文的这个打法 似乎也让这个所谓的阶级的这个问题 更加尖锐化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他选战过程一些疏失 好的 谢谢严教授的分析 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 刚才严教授提到了这个马总统 这个民调一度跌到了只有13% 那我们看看马总统在这次选战中的角色好了 刚过去这个周末在台湾被称为是超级星期六 超级星期天 当然大家都全力冲刺了 那马总统他本人也是从南跑到北 两天就跑了14个造势场合 不过我们就看到了有民众在他辅选的时候 对他丢橘子抗议 甚至还有一些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不愿意跟他同台 你怎么看这一次的选举刚刚说到 可能被很多人认为是对马总统的一次信任同票 您怎么看吗 没有 刚刚这个建发凶响的因素我都同意 但我想说很重要就是说这次比如说台北市 两个市长候选都没有纯正的经验 那柯P呢打这是这个无党籍的 所以这次如果说真的是讲蓝绿对抗 我觉得这个可能夸张了一些 如果柯P今天如果他是以民进党的身份 是民党推荐的话 那么口门今天的这个结果或许会有所不同 当然这个我们不能够这个去复制了 那所以我觉得说这一次至少一点就是说 可能特别是年轻人对这个政治人物的一个反感呈现出来了 那至于说你讲到马总统这个因素 我承认就是说这个马总统是一个因素 可是如果放在台北市的话 恐怕我们要另外思考了 因为在台北市 马总统在市长上面的这个积基 是很不错的 得到很多的支持 那么因此在这里面 他如果在台北市在这个地方来讲话 马政府和马总统 他有他的影响力 所以看这个最后一天的这个就是游行 你看到很多蓝的出来了 那我想这次可能蓝很重视就是说 不管连圣文是输还是赢 他要看说蓝的气势有没有完全的崩溃了 这点我想是马总统从蓝到北跑的原因 是要维持蓝的气势 以求在16年的选举当中 赢得赞败为胜 对这16年可能也有一些指标性的作用 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坊尹教授了 我们这次刚刚看到除了台北市之外 这次事实上国民党在台中市 台南和高雄也都陷入苦战 尤其是这个台中是原本是国民党执政的 如果被战典党拿下的话呢 很多人认为这个台湾北蓝蓝绿的政治板块 将会出现一个剧烈的变化 甚至出现所谓的地方包围中央的一种效应 对刚提到这2016年的总统大选 可能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您的分析是如何呢 林教授 是我想当然如果台中是民进党 林家荣能够胜出的话 那对于绿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多的好消息 我想绿营的票是会成长 那我想这个有一部分 也跟马总统第二任期的这个执政 确实有很多的被攻击的这个部分 多少会影响到这个2016年的这个提名过程 那但是我相信如果台中是输掉 国民党输掉的话 我相信国民党内部 马总统的这个 马总统跟马主席的这个权力会更加巩固 更加巩固结果 他很可能会再用他原来的这些策略 或用他的人 那也许会反而更跟这个民意有所脱节 所以我意思说2016年 如果马总统还居于一个主导位置的话 其实对国民党而言不见得是好事 好的 非常感谢严谨华教授 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 请教邓中坚的老师 这次我们观察这个九合一选战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中华民国的这个议题 我们听到了昨天连胜回家的造势晚会上 是带领区中高喊中华民国万岁 那甚至还有蓝莹喊出了 这次的选战是中华民国跟台独的一个对决 那么您怎么看 包括了这个刚刚提到柯P 就是这个台北市五党籍的这个候选人 柯文哲他昨天在他的公办证件会上也提到说 他比喻说这个中华民国现在好像变成了金箍棒 有些人到北京去就把它变小 那回到台湾的选序容易把它放大 甚至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 你怎么看这一次的选战中 双方阵营对于中华民国这个议题的操作呢 因为现在就是在 至少在台北市的选情里面 还有相当多的比例 没有表示意见 那么一向台北市是蓝大于绿 那么大家考虑的因素 尤其国民党的方面考虑的因素就是说 要把这个绿的票吹出来 蓝的票 蓝的票吹出来 基本派 因为这个把这个基本派 在过去的历次民调看来都是蓝的票没有出来 所以当然要喊中华民国把特别是深蓝的票把它吹出来 所以这个是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也是像我刚刚讲的一样 就是说这次的选战终究是 如果从这个美国角度来是其中选举 那么更重大的是两年之后的这个大选 那么国民党要确保就是说蓝营的力量没有上市的太多 能够稳定下来 所以这是我觉得说是这个因素在这里 好的 感谢 曾中坚教授 那么台湾这次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 那么有人说这是对马英九的信任同票 也有人说这是中华民国和台独的对决 更有人说这是两年之后刚提到 这个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前哨战 那么究竟美国它是怎么观察这次选举呢 华盛顿跟北京怎么看台湾的九合一选举 下面我们现在看一则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11月18号 就台湾九合一选举举行研讨会 学者专家分析了他们对台湾选民情绪 候选人民调和竞选策略的观察 以及选举对台湾政情 2016年总统选举和两岸关系的影响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布瑞哲说 这次选举是一个单纯的地方选举 由于候选人和马英九总统没有直接关系 议题也不是三月太阳花学运诉求的对象 因此选举结果难以做过多的解读 不过对美国和中国来说 他们对这个选举都有各自关注的目标 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做他已经开始在做的事 那就是对他认为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事情 划定一些界限 或许这些界限是针对台湾目前的执政党 不过他主要还是针对台湾的政策 无论是谁执政 我认为习近平过去几个月来做的一些事 就是在划定界限 美国的直接反应 是要加强与在选举中兴起的政党的沟通 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任雪莉说 对中国而言 这次选举结束后才是紧张的开始 因为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胜负表现 将影响到他们对2016年 总统和立委选举的布局 而中国仍然没有准备好 如何面对民进党重返执政 2016年选举 特别是总统选举和立委选举 正受到中国的密切关注 他们强烈担忧民进党重返执政 因为他们没有做好准备 如何面对这个局面 所以真正有意思的是 要从12月1号才会开始 此外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政治系教授陈永福 以及布鲁金斯学院访问学者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黄敏华都认为 台北市和台中市是这次选举最重要的观察指标 选举结果将影响到台湾政治板块的移动 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主管台湾事务官员 康胜如也到场听取了讨论 我们需要有更多这样的讨论 我认为对美国一些和我一样 对台湾有兴趣的人 他们会想要听这些关于台湾民主的细节 其微妙之处和民主的活力 无论他们是政府国会人士 或是对台湾有兴趣的人 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将在11月29号举行投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 预港的采访报道 好的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就这个台湾时期的话题 请教两位来宾 博弈 好的 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邓中坚教授 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在 我刚刚您也提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 在台湾叫其中选举 那么这一次可以说是这个民主党大败 那么所以大家就 但是也有人说 就即便是这个民主党大败 也不代表说未来的两年 在这个总统 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呢 共和党就有机会 因为目前共和党还看不到 也有一个什么很明确的 很强力的一个人选出来 但是可以作为这个民主党执政的一个警讯 所以刚刚在这个新闻里头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不睿哲说 这一次这个地方选举 其实未必跟两年以后的总统大选 有很强烈的这个关联性 但是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或者是说给执政党一个警钟 或者是一个警惕 您的看法如何 另外就是也不知道 不知道您在这个美国这段期间 是不是感觉到这个美国 美方对于台湾目前的这个政情 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是不是也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我想确实是你想说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 观察这个未来两年之后的一个发展 在美国来讲 你可以看到说 因为民主党这个败了 等于这个七中选举中败了 所以这个看到欧巴马在这个移民问题上 采取非常强硬的一个立场 很鲜明的立场 那么使得共和党陷于一个苦思 不知道如何来破解这个问题 如果说他们在移民上面 放很强硬 那么到两年后的选举 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看 今天在这个台湾的这个 九合一的选举 如果真的国民党遭受到挫折了 可是在这个挫折当中 让国民党理解到 我该怎么样去争取自己的知识 在这后面两年 马总统能够采取非常强硬的一个措施 或很强的一个作为的话 那也许在这个两年之后的 这个选举当中可以获胜 同时现在也看起来就是说 当这个不像美国这个民主共和 至少现在两党都有 蛮重要的这个候选人 蛮有这个支持力的候选人存在 但我们也不可忽视 就是说这次如果看到在朱立伦市长 在新北市的这样子的一个 很高的支持率来讲的话 将来国民党在16年的选举当中 也未必是这个像这次情绪当中 九亿选举当中这么的辛苦了 是好的 谢谢邓中坚教授 那么回到台北 我们也请教严建发教授 就是关于刚刚东宁也提到 这个台湾这个传统的政治板块 大家认为是北蓝蓝绿 但是这一次我们也发现到一些 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包括像是台北市的 这个柯文哲现象 他这个以这个无党无派的 这个身份出来 当然国民党是猛打他这一块 但是民进党好像也没有办法太出来 表明这个他挺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好像 这个第三势力的情 这个旗帜蛮鲜明的 另外就是 大家也关心您刚刚也提到 就是台北这个台中 这两个地方 所以算是指标性的这个情况 那有人说如果台北跟台中 两个地方都失去的话 国民党这次算是惨败 那这样子的话 有没有可能或者从台北 或者是整个台湾 从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慢慢的会改变传统的 这种蓝跟绿的政治的 这种板块的比例的变化呢 是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一次 马总统联盛他们最后 在打这个中华民国牌 看得出来 他们是忧虑 蓝的板块在消失 所以要打这个 打这个牌 要让蓝的回营 那所以这里面暴露的就是 所谓的深蓝跟浅蓝 其实已经分路在走 那对于尤其对于年轻族群来讲 现在其实没有什么 太多蓝绿的问题 因为有关于中华民国的宪法 也在运作 中华民国的体制在台湾运作 所以即便马英九指控 这个民进党不是中华民国 但实际上很多年轻族群来讲 这没有意义 因为民进党过去执政八年 也是在中华民国的宪法基础上 在运作 所以这个就没有那个力道 那这里面实际上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大家所关心的 反而是民生议题 包括像食安的问题 教育的问题 所以这些所谓的这种高层次的这种统度 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尤其我们从过去民调来讲 维持现状还是居多数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打蓝绿 很难打得下来 所以我看这个可能 国民党也必须要去体认这样一个 一个未来这样的发展 否则如果说马总统在超2016年的盘 还是用这个方式下去 或者说他还是那么样坚持他自己的想法 因为过去他对马总统的批评就是 很没有弹性 不够务实 包括像我们看到在处理 王金平的这个党籍的案子 例子就看得出来 他需要王金平 但是他现在还要告王金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会让人家觉得 可能如果2016年他来操盘的话 可能连 就算朱立伦是最有可能性的 他可能都很难出现 所以那简单就是再请教你一下 因此就是像前行政院长郝伯孙 他曾经在这个造势场合当中说 如果这个 这个柯文哲当选的话 台北市柯文哲当选的话 就等于中华民国就会 就会 就会灭亡了 或者完蛋了 这种说法已经 没有起太大的发酵性 这是稻草人吗 这是假议题 柯文哲也讲得很清楚 他的底线就中华民国啊 他已经公开讲了 那你还不相信他 那这个就是 就没有意义了 这样的批评就没有意义 柯文哲已经针对这个问题 表达意见了 说中华民国是他的底线 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清楚的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都您 好的 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现在就可以拨打 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来宾提问 或者是发表您对台湾 九合一选举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 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听众台北跟台中 我们先接两个电话好了 台北的黄先生您好 请讲 黄先生 大家好 1999年的历史 可能在台北重演 因为在台北市 1999年 为什么会 一下子 陈水田会被打下来 在事前发生 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今年也是一样 这一次的险子也是一样 在险前一个礼拜 同样在险前一个礼拜 发生一个不可恕意的事情 所以说我希望 选举的 大家双方都要成熟 不成熟 想上的也没有意思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台北的黄先生 下一位是台中 也是这次台湾九合一选举的 一级战区 台中的姚先生 你怎么看这一次 你在台中观察 台中的选情如何呢 姚先生 稳中带静 这个纽约市 这个朱利安妮 成立了23年的市长 他把纽约变成世界的大都会 然后我们台中 我们这个胡志强 胡市长 他的政绩 非常的基础 所以我是觉得 那个政绩可以说明一切 好的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好的 谢谢台中的姚先生 当然台湾南部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观察的重点 这个高雄市的刘先生 打电话进来 刘先生您好 请讲 那个 那个 柯文哲啊 是个投机的 投机的政客 民进党也是一个 投机的政党 他自己不提民人 那个柯文哲 明明是民进党胜利的 他又就是说五等级 想到他那个中间选民 所以说他和民进党 都没有苦气 国际笑话 民进党为什么不敢提他自己的人呢 还要做民调 国际笑话嘛 那为什么高雄不民调呢 基隆也有五党籍的啊 所以说国民党搞选举搞不够他 民进党是选举起家子啊 很咬死人啊 谢谢高雄的刘先生来电 当然这一次啊 台湾是选举史上规模最大的地方选举 北京当然也是密切关注 我们想听听看中国大陆的听众 对台湾的选举有什么样的看法 浙江的周先生您好 请说 周先生请大点声跟我们说 周先生您好 不晓得周先生是不是听不到我们呢 希望再跟我重新打回来 下一位是山西的高先生 高先生您好 请讲 好的 你好 我觉得那个台湾的学举啊 还是没有那个创新 还是那个爬粉战士互相攻击 说他的祖宗 把那个何文哲家爷爷也不挖出来了 这样的学举割掉呀 对中华人是恒大的审慕 如果台湾真正的民主那一天 咱们中国人 不管是中国 中华民主就是德地的那天 台湾真正的民主很远 我就说到这儿 谢谢 好的 谢谢山西的高先生 还有新北的陈先生 您好 陈先生请说 陈先生好 那个连胜文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促总拜的民意主席啊 可可真是喊着中华民国万岁 那这个跟中华民国相互矛盾嘛 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也说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可能说只是换一件衣服而已啊 现在国际上很多国家也在改国民 也是在改国旗 这只改件衣服 这个能算什么东西呢 这个很奇怪 而连胜文参加处总会的民会主席 他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商关系 政商利益 就像这个马英九 他这样鼎心做大 在台湾横行霸道 连胜文的家族也获得鼎心的TDR的利益 而台湾每个人民都吃到鼎心的独油 所以连胜文代表两岸的特权权贵 就好像共产党的太子党一样 享受特权权贵 国家资源 连胜文读书也享受特权 他的优优卡 说自己功劳 其实也不是自己功劳 他说要把流浪狗 自己没办法处理台北市的流浪狗吗 蛮奇怪的 他的言行都是挑拨着族群的仇恨 他现在把路改成金国路 那我干脆改成这个 什么好伯村路好了 增加更多的选票 他都是达着统独的大旗 在制造仇恨 谢谢 谢谢新北市来电 陈先生来电 谢谢您 那么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 邓老师 除了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 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评论之外 刚才对岸观察台湾的选举 这个山西的高学生提到说 没有什么创新嘛 打来打去还是回到 刚刚提到挑拨族群 蓝绿对决等等 或者说使用一些 恶意抹黑对手的一些手法 当然原本大家很期待 说这次台北市的选战 尤其是五党级的出来选 能够有一场超越蓝绿的一场选战 但到目前为止您认为 有没有所谓的第三势力出现 或者说这场选战能够展现出来 台湾一种超越蓝绿的一种势力呢 这次说一实在话 因为台北市两位候选 都不是有很长的从政经验 所以当然这个选战搭起来就 两方都其实很辛苦 所以没有办法避免 在台湾的选举里面 刚刚对大陆的朋友提到的这些问题 我想不会消失的 我们也不太可能期望 今天是台北市的选举会怎么样 因为我们其实看美国的选举 其实也是互相的公结的很厉害 但是我想很重要一点就是 选民他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选民的眼睛是血量 如果我们看过去历次的选举 你可以看到选民的眼睛是血量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说 民主之可贵在于说 让公决 让选民来决定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 谢谢邓老师 那么也请这个 在台北的延见发言教授 除了回应刚才的听众观众之外 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了 甚至最后的时间也请您 让我们给上半场做一个总结 谈谈您认为这一次的台湾的选举 整体的观察 真的有可能说出现一种 打破过去蓝绿 或者说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文化 或者说更明确的是 有第三势力的出现吗 您的观察和分析 如果说这一次柯P能胜出的话 那他就拥有台北市的行政资源 那他就有可能成为第三势力的 一个代表性人物 那如果他没办法胜出 第三势力还 这个势力还在 但可能就会失去一个领导中心 但我相信 以台湾像目前这样的发展 因为我们整个在外交 或者对外的这些 都有受到很大的限制 我想可能大家会更多是往内求 也就是说台湾的生活品质 文化教育等等这些 所以这些东西应该就是慢慢会 超越这所谓的蓝绿的对立 我相信这个第三势力 尤其从过去这些 红山 这个 这个洪中秋的这个案子以来 我们看到很多第三势力的这种声音 慢慢出来 所以我相信 应该这会成为一股力量 也就是说在蓝绿之外的另外一股力量 好的 谢谢金发教授 上半场的话题 我们台湾的听众好像非常的勇裕 我们现在还有几位听众 希望针对上半场来进行发言 我们是在多接几位好了 高雄的王先生您好 请说 高雄的王先生 可以听得到我们吗 好 今天试试看基隆的陈先生 基隆陈先生您好 请说 我们台湾的线路 不晓得是不是出现问题 大家打太多了吗 已经几线了 还有一位云林的听众 如果听得到 可以请您发言吗 云林的听众您好 请讲 还有一位彰化的姚先生 彰化的姚先生您好 可以听得到我们吗 还有张雄先生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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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最关键的都在中台湾 因为中台湾 中台湾就是 那个 以降华线是 最 最中心 而是说 以目前我们看到的 都是那个 卫民股的票 最多 当然是最多的 好 中台湾是这个 决战关键 这个姚先生这样认为 高雄的王先生 我们重新接到您了 请您讲 请您发言 王先生您好 报告一下高雄南部的险情 是 那我们高雄的话 虽然陈姐经过那个气暴 还有现在目前的登革热 相当 还是可以 稳超 稳超胜券 因为 陈姐她表现的 在我们 获得我们高雄州的认同 所以我想 那个梁秋英只是用 她的选票换钞票 然后没有是钞票换钞票 至于台北 那个连胜伟 那个克文哲问他 你敢不敢在 那个习近平平前 讲中文民国呢 那他要资格 讲中文民国万岁吗 谢谢各位 好的 谢谢高雄的王先生 像大家都很关心 台湾的九合一选举 那么当然海峡论坛的 下个星期呢 我们将请两位来 专家来为您分析 这个到时候投票结果 究竟有什么意义 请您持续锁定 我们的VOA卫视海峡论坛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 先到这里告一段落 我们请这个 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 稍微耐心等待 稍后在下半场 还带您讨论 中韩签署了 FTA自由贸易协定 究竟会给台湾 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